聖誕大餐也會的 因為我都很想跟家人吃一個聖誕大餐 之前都拍了一些飲食節目 學了做火雞和做綠蝦 都希望聖誕節的時候做給他們吃 爸爸很簡單 爸爸喜歡吃麵包 所以可能是前菜的時候 都會加很多麵包 例如一些三文魚包 或者是Palmere hand包 媽媽就比較吃得清淡 所以可能都會做一些素食給他 他OK的 其實我們今年沒有說 我們就陪他做了一個療程 可以醫治血癌的 這個也是醫生建議的 他就做了骨髓移植 現在終於做完了 就跟大家說 他已經出院休養約三個月左右 因為他在八月底完成 但其實我們今年年初 已經開始 跟他經常去醫院 去見醫生 對 現在總算是一家人 放下這個心頭大石 開開心心過聖誕 馬上是單身 嗯 是 有沒有去哪裡 認識一些新的男生 我媽就比較急 因為她是怕我悶的 她不是說催婚那些 她是純粹怕我悶 因為我經常都說 雖然做這行 但其實很少機會認識朋友 去一些活動 可能都是留一兩個小時 都不會認識到什麼人 但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又不急 聖誕節會先跟朋友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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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